人生赢家其达妹,失业之余单起了这事,连牧帅瓜帅都要羡慕不已,在足球的世界里总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人生赢家,最励志的莫过于现在的曼联主教练穆里尼奥,历经十余年的翻译生涯最终成功转职教练,并且从波尔图一名惊人,成为世界顶级名帅,之后无论是切尔西还是国米,黄马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成为小人物奋斗成功的典型案例,也是成功学的样板术之一,另一种人生赢家就是瓜迪奥拉这种,球员时期就很厉害,转职教练后更是一飞冲天,带领着巴萨梦之队创造了令整个足坛都惊艳的TK Chaco足球,瓜迪奥拉带领的这个巴萨梦之队成为整个足坛所有球队的噩梦, 而以巴萨梦之队为基础构建的西班牙斗牛士更是席卷欧洲杯和世界杯,瓜迪奥拉也成为足坛最至手可热的超级名帅,之后辗转败人再到如今的曼城,他征服了一个又一个联赛,还有一种人,他就是天生的主角光环, 这个名字就叫齐达妹,在俱乐部的他几乎无敌于天下,在国家队的他也是绝对的领袖,所有的荣誉他全都囊括在手,包括无数球员梦寐以求的世界杯,他的职业生涯就和瓜一样,也是被封为最接近球王的男人,职业生涯如此开挂的他,居然还把挂开到了主教练这个位置上, 当齐达妹接任皇家马德里的主教练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能想象到他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在欧冠改制后从未有人威冕成功的前提下,齐达妹带领着皇马实现了神技级别的欧冠三连冠,连那个巴萨梦支队都做不到的威冕,他连续实现了两次,而关键在于他的技战术仅仅只有两个字,全学, 也许齐达妹不会在足球的战术史上留下多大的影响,但是他的欧冠三连将成为之后,所有教练都难以逾越的天线,现在,齐达妹辞去皇马主教练后,他并没有像穆里尼奥或者瓜比奥拉那样迅速投入到下一份工作,而是开始好好的享受人生了, 在辛苦了两年半后,这一次他准备好好的陪陪家人,带着老婆和四个儿子一起渡家碗水去了,这样的人生真的是非常惬意吧,不知道穆帅和瓜帅看到,会不会感到有点羡慕呢?